本短片为关以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痛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和平施责 从自杀突击队脱队 另外开团的第一季 张摩斯刚恩 搬开衍生剧 要来另辟战场 约翰西南独挑大梁 不但没挂掉 还满血复活了 来看看这位go now 自认为超级英雄发展如何吧 呃如果有看过 去年2021自杀突击队集结 各位粉丝好朋友 应该都还是印象深刻吧 虽然团队里面出现 很呛角色一大堆 但这位约翰西南 饰演克里斯多福史密斯 AK和平实责 绝对最强戏的一位 而且在后面为了观测 阿曼达的命令 还一动手 挂掉了他们队长 弗莱格 然后接着再跟血性运动 拔枪决斗之中 被血性运动击中 原本还以为 就此居居领便当了 不过 当然并没就此结束啦 在自杀突击队集结 最最后面的片尾片段 其实就预告了 克里斯还活着 也就是连接到这 所看到在这部影集最开始 有一天 医生对克里斯说他可以出院了 然而克里斯自己心里面有数 他应该是要被关回去 监狱里面的 上面真的有可能放他离开医院 一整个就没事了吗 来小维护一下 自杀突击队集结后面看到 韦拉大卫斯 饰演阿曼达 华乐能写的行径 就连他们办公室 内部的下属都看不下去了 乔温的阿曼达之后 又协助指挥了自杀突击队 终于大家合作 最后还是有击败了 巨大的海大星 而在自杀突击队集结最后面的片尾 看到了 史蒂夫阿吉饰演约翰·易克罗莫斯 珍利弗·霍安德 饰演艾蜜利亚·哈考特 去医院探视了还在后面当中的克里斯 就可以知道后面会有事 也就是这片影集要演的 不管是有什么阴谋阳谋的 在医院治疗五个月之后 医院让克里斯出院 很开心又有点忐忑 回到自己很久没回去的小窝 但没有想到在自己住处 还是被艾蜜利亚他们包围 克里斯就想说 哪有那么好看的 透过了 顾客狐狸 一无一饰演赫姆生 穆恩 三名老板 依旧还是阿曼达 是另外 组成了这支小队 又来执行其他任务 就前面介绍过的 包括了艾蜜利亚跟约翰 是在自杀突击队集结里面就看过的 而这一次放进来了 这位穆恩 看起来可以是多少是知道他以前时机 说到了他过去是一个傭兵 拿钱杀人不顾正义 究竟穆恩背后还有什么 或许可以再看看 然后是团队的新人 丹尼尔·布鲁克斯 试言 利奥塔·阿德巴约 额酸说 对其他人而言 他是一个新人 不过呢 从后面里的剧情 可以看到 利奥塔除了有个雷斯边 同志伴侣之外 跟精神正像 其实他老妈 竟然就是阿曼达 利奥塔看起来心情善良 无害的样子 竟然是阿曼达 排在这个小队里面 当眼线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小队成员 都有些不为人知的 或许约翰可能还比较单纯一些 艾维莉娅也看起来酷酷 不太想搭理 克里斯 想要可以 顺利运作 大家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吧 劳勃派剧客 饲演奥吉史密斯 是克里斯的老爸 可以看得出来 他老爸是一个反政府的 因此理美国国旗 是倒挂对自己儿子非常冷淡 也可以看到 克里斯跟他老爸 有一些心结 虽然一直是很想要 能够做到让老爸 光目相看 但奥吉总是对 克里斯能言能语的 尤其对克里斯 被血性运动 打成重伤的部分 很不屑 而牛餐老爸这边 也大概可以知道 克里斯一些 性别 种族歧视言论 是怎么来的 应该就是有很大的比例 就是因为来自老爸 家里教养的缘故了 然后克里斯的搭档 宠物鹰鹰这种白头鹰 就是被当作 美国国鸟的白头海雕 没有想到 就连美国国鸟 都被拉进来 变成一个角色 是可以看到 里面克里斯跟鹰鹰的感情很好 还出现了 白头鹰抱抱了 克里斯的画面 其实一开始 其他成员都没跟克里斯 脱了详情 过来约在外面 参临聚会时 木岸才交给克里斯 一份档案 要暗杀对象 然后晚上过后 克里斯故意 跟着艾米莉亚 去家酒吧 可以看出 克里斯有喜欢她 艾米莉亚却不扭她 克里斯后来是 跟着另一个陌生女生 回家黑秀 但却也因此 是惹出了一些大麻烦啊 来之后 这个女的突然失心疯 要干掉克里斯 而且没想到 对方还力大无穷 怎么挡都挡不住 克里斯自好逃回 次宜的车子上 戴上具有 强力硬波炮功能的头罩 接着看到了 是把对方轰炸的洗巴烂 不过也因此 是迎来了警方前来 团团包围住 所以在第二集一开始 呼叫了艾米莉亚 其他成员只好想办法 要来把克里斯 由崇龙包围之中 给救出来 莫恩说了他们这次的计划 叫狐蝶计划 一开口就被克里斯 叮缩 他们取名很没创意 因为上一次叫海星计划 结果就是要去打一次 巨大的太坦海星怪 而大半夜逃命的过程 可以是察觉到了 那一位大力女 貌似旧关联的 他们的这个 蝴蝶计划 嗯 后面 克里斯也才回想到 相当扯 他们要暗杀的档案 被那个女的看到 所以后来 对方才像是 发疯似的要干掉克里斯 然后因为克里斯 搭闹整个猪蓝社区 是迎来的安妮章 誓言 警官苏菲送了追捕 只是本来应该是要追查 何必施则的 但在阴挫阳杀之下 约翰乱改制造的结果 反而是造成 苏菲跑去追查奥吉 甚至演变到后来 是克里斯的老爸 被抓去管 克里斯的老爸 绝对也是很有问题的 一号人物 看到了奥吉 被关进去这一段 出乎意料之外的 反而是在一群人的出雍之下 大家对着他 高喊着白龙灌水 来看一下 白龙 White Dragon 在第七漫画里 是威廉海乐 其实是一个白人至上 纳粹思想的角色 所以对比在这部影集里面 看起来应该会改变 接下来这部分 包括种族歧视 有户高喊 白龙万帅 是一群白人 也多少次解释了 为什么奥吉加 有一个密室 里面是存放了 他各式各样 先进的武器与装备 再看到了 弗雷迪史卓玛誓言 阿德里安蔡斯 AKA易景 原来就认识了克里斯 也常常是以易景的身份 跑来找何必施则 但克里斯 原本是还不知道他的真身份 看过自杀土地队集结 坑化了 性格相当鲜明 而且在里面 和平使者说过 为了追求和平 不惜任何代价 不管是要牺牲多少人的性命 然而在这部影集里面 是由克里斯 自己的显示出发 做了更深度的剖析 在克里斯要表现出 强势飘患的外表之下 克里斯是有一颗柔软的心 没有错 虽然为了要达成任务 不时要不择手段 但也看到了 独自一个人时 他似乎是有所反悔 再看到了 漫画原著 疫情的设定 阿德里安蔡斯 是一个纽约市 检察长 不顾 却在一次 其他被炸弹 杀害之后 从此化身为疫情 呃 显然也是跟影集看到 跟这位不太震惊的年轻人 是有所不同吧 因为克里斯一起在水里 设计打烂各种电器 还有一期找了 人气来个三皮特 越安西呢 再一次 只穿小裤裤 还跳舞 甚至也有女生 露出头端 真的 剧情还是保有了 相当程度 限制级的情节 到底蝴蝶计划是什么呢 在第二集 最后面 克里斯他们三匹一直 发现迷你太空船 然后还要一直到第三集 最后面才算是揭晓 而在此之前 来看到了 他们要安杀目标 主要是针对了高夫参议员 还有他的老婆 跟两个小孩一次也是蝴蝶 所以莫问要克里斯 干掉参议员 他们一家人 这个也是在这部影集里面 看到了多次会是 冲击的和平施责 原本的信念 要干掉参议员 当然是没有多大问题 但就连对无辜的小朋友 也要下手 这个是让克里斯 心里面产生了一些犹疑 虽然他自己说过 为了追求和平 要杀多少男丁老少 都没有问题 另外虽然任务里面 没有包括疫情 但亚里安德 后来还是偷偷 跟着他们去埋伏 而事实上 整个任务 也没有他们 所想象的容易 刚刚提过了 对于暗杀小朋友 克里斯心里面 产生了一个障碍 即使有机会 但克里斯 就是无法扩板机下手 也还要有疫情跟去 疫情接手了 举起的任务 一连三枪 挂掉老妈 小男孩 与小女孩 而就这 要开枪 涉及参议员的当下 参议员保镖 罗道大师 跑出来 虽然人家是 小小的一只 全山两下 就打混了艾米丽娅 也痛扁了 接着并抓走了 和平死者 跟疫情 所以没办法 连带了穆恩 跟利奥塔 要出动救援 而另一边 则是看到了 参议员在 行求疫情 要逼和平死者 说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然后参议员 也叫罗道大师 从秘密通道出去 要罗道大师 去通知他们 其他党羽 总结还说 零放个三级 还是很恶高的 和平死者 原则上 是不改自杀途径队 积极的调性 非常胡高下高 在不断发生 突出的状况之下 竟然还能 想让狗死运的 误打误撞 相当勉强了 但也可以算是 有完成任务 愿在屋外 开车撞 又猛黑 要离开的 罗道大师 好在里面 穆恩 艾米利亚 跟利奥塔 炸墙瞬间 可以是找到机会 脱困反击的参议员 并在最后 是开枪 轰掉参议员的头 大家都没事了 嗯 然后呢 从参议员 被轰掉的头 竟然还跑出了一只 类似蛾蝴蝶的外星生物 虽然这也就是 为什么这次叫做 蝴蝶计划 灰色应该就是 有一大群 类似蝴蝶的外星生物 利用附生在人类体内 变得力大无穷 并企图入侵地球之类的 而在第三集的最后面 看到的地图上 不知美国 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 都出现了 疑似蝴蝶的踪迹 究竟后面 还会遇到 怎么样的危险呢 老实说 原本预告 让WU看不出 所以难得 但藉由这篇一开始 前三集是引发 WU的高度兴趣 而且看起来 不只是在 主线的任务上面 可以是老爸那边 会形成另一个 严重的问题吗 可以想象得到 可能引发 种族歧视的纷乱 或是上岛 另外要给大家 想都想不到的 几起呢 在台湾 大家可以在 HBO过上面观赏 整体看来 这部和平时辙 还蛮劲爆的 不少有趣 限制期的二趣味 在此推荐给各位啦 不知还有什么 意见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 讨论和平时辙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 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 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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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